未在巴督交流道旁的附近天下与轰动天下两大社区 住户约600多户常年被耗置问题困扰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车辆都没办法上高速公路 红离灯的话它控制的时间 没办法让车辆能够很友善的往前行进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有办法说用秒差来控制 社区的车子要出来左转往一高倒的话没有办法通行 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这个警察单位交通单位来现场勘察 是不是在这个前后端的红绿灯的秒数上做一个调整 让我们前面的红灯先开 前后面的那个绿灯继续往前测量往下行走 然后他们这个设计在变成绿灯的时候 两个设计的车辆才可以直接出来左转或右转 交通处指出会调整秒数滚动式修正解决地方问题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